一一樣是由標放在姓名,插入一個函數,這邊的話切到那個潛勢與參照,裡面的index index它要的東西很單純,三個,第一個按確定,他們用預設這個 第一個它會問你說,你給我一個範圍,這個array其實跟剛剛那個tablearray還蠻像的 就是哪個範圍,那我們就選不包括藍位名稱的這個範圍 第二個是說,你要抓的是這個範圍裡面的第幾列 意思就是說,針對這個範圍,其他沒有選到的就不算 這個範圍你要第幾列,哪一個是第幾藍 那基本上,列的部分的話呢,其實我們可以根據什麼,根據編號 編號裡面呢,剛好005,帶到這邊來,剛好它幫你把00去掉 因為數字的話,它沒有00,只有文字才有00,所以帶過來之後呢,它會是5 那5是不是我們要的呢?其實,剛好005,我看一下 在這個範圍裡面,是不是第五列呢?12345,剛剛好,005就是在第五列 所以我們這個範圍其實可以根據編號,因為編號剛好照順序 所以1到5剛剛好,所以你可以把這個列,roll index,用編號來代替 那籃的話哪一籃呢?基本上我們可以用姓名的話是第二籃,所以你就輸入2就可以了 按確定,那你會發現,劉鴻君就帶過來了 其實大概就這樣,005,那如果,005沒錯,那你也可以再改一個 004看看,它會不會抓對,張宏才,沒錯 那所以其他藍的資料怎麼帶呢?一樣,你可以把這個2的部分,藍的訊息,用那個roll來代替 不過roll的部分,我剛剛講過,其實類似像剛剛那一題,可以插入函數 用那個roll,檢視與參照裡面的roll,參照到4,所以把它減掉2,因為我要從第二開始 2,3,4,因為它會參照到哪一籃,第二籃,第三籃,一直到第五籃 所以我可以把這個roll-2的這個公式,複製一下,取消一下,然後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index的最後面一個參數,貼上,變成roll-2 這樣子的話,打勾,我們來看一下,基本上把它自衝一下,讓中間看起來會比較OK 向下填滿,放開,那範圍,剛剛roll選,roll這邊要把它鎖起來,f4 按兩下,然後h3也是按兩下,這個按兩下,鎖列就可以了 這個範圍鎖,這個範圍鎖,打勾,向下填滿 這樣的話,基本上也可以帶出其他的資料 那index,它的好處是,反正你查詢不一定要在第一籃 不一定第一籃,你可以其他籃都沒關係 反正它主要的目的就是怎麼樣,幫你去抓範圍 反正這個範圍裡面的第幾籃,你告訴我,我就幫你去抓到了 所以藍列的相對的關係,這個是index函數的使用方法 再來的話,有關offset的話,這概念也差不多 offset的意思是說,我以哪一個儲存格當基準 那我要移動幾列,移動幾籃,offset是移動的概念 所以以後,如果你是要在某一個儲存格的相對位置去抓其他儲存格的資料過來的話 那你可以用offset,這邊講一下,插入函數裡面呢,還是offset offset是後面這個,按確定 不過你會發現,offset它的參數總共會有五個 但是特別注意,這五個裡面的話,後面兩個通常會省略 這裡面,所謂省略就是說它的hide,就是它的高度,出生的高度 歷時這個指的是它的寬度,出生的寬度 這兩個通常我不會指定,所以我會把上面三個先做完 第一個是reference,意思是說,你要參考哪一個儲存格 那基本上我參考的是A2好了 我以A2當基準,那未來呢,如果我將來呢,假設要抓到姓名的話 而且姓名是第五個的姓名,那我要怎麼去移動 特別是offset有移動的概念,所以你可以把它移到旁邊 然後看一下,rose移動幾列,colons移動幾籃 所以基本上,其實我們可以依,rose你可以用編號來當成移動的距離 比如說我今天005,放過來大概變5 所以移動以A2當基準,移動1剛好是001 所以我可以把rose這個參數用編號來代替 colons用什麼?這個時候沒辦法 因為我今天以A2當基準 所以我要抓到姓名的部分的話,要移動幾籃呢? 一籃,所以這邊輸入1就可以了 剛剛index是2,所以這邊是1,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我們就可以抓到劉宏君 這個人,那你看一下,004 我看004能不能抓到對的張宏才,沒錯 那總銷量,一樣的道理啦 如果你今天希望向下填滿,全部一次完成的話 其實會變動的,就是最後這個啦 1,因為移動1籃,移動2籃,移動3籃 所以呢,其實這裡會是1,2,3,4 所以你還可以一樣,用那個ro函數 去抓一下什麼,你現在的列,一樣是4 所以這邊可能要,剛剛是ro-2,這邊可能要ro-3的 因為我要是1,2,3,4 那一樣,你可以把ro-3 複製一下,或者是乾脆在這個最後面 把1改成ro-3,打勾,向下填滿 記得,一樣鎖一下 以A2當基準,所以 A2把它鎖一下 你等一下向下,其實鎖列就可以了 H3的話,記得也是鎖,鎖列也就虧了 OK,打勾 然後,第三個是移動幾籃 然後把它向下填滿 這樣的話,應該就...沒有錯 自動抓到 其他的話,也許你可以再測試一下 006,Enter 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完成offset 所以offset,基本上 它跟那個index最大的差別 index是 某個範圍裡面 抓哪一列,哪一籃 那offset,它是在哪一個基準 比如說A2 向下移動幾列 向右移動幾籃 那未來如果說你要 正數的話,是向下跟向右 如果是負的話 還剛好是向上跟向左 OK,所以這地方的話 我想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剛剛講的index跟offset 試試看 這兩個 於是未來 你要在資料裡面 要查詢資料的話 可以參照index跟offset 可以試試看 如果我一般習慣上 index用的機率還是比較高 offset的話 因為它感覺會一直移動 一直移動好像比較不好掌握 反而是那個index 哪一列知道了 哪一籃知道了 都抓資料過來 OK,這裡我想各位試一下 index跟offset 好